主席主要就是前幾天您提的那個公投綁大選 好像引起了一些爭議 反核團體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那現在黨內是要怎麼處理這件事情 會合家園是民進黨30年來的堅持 還名載於黨綱 尤其現在在福島核災兩週年的前夕 各界越來越重視反核的問題 也越來對非核家園有越大的共識 馬總統也公開說 沒有核安核四就沒有商轉 我們嚴正的要求核四就不能放燃料棒 因為一放進去就不可逆 所以我們希望馬總統照他所說要趕快做到 那同時我們也已經在進行全面的公投連署 希望各界大家都加油多支持 至於提出的時程會和緩和的團體 環保團體大家一起來商量 也要看連署的進度 希望大家多支持 最終的目標就是要達到非核家園 要讓公投過關 大家一起來商量 一起來達成這個目標 最重要 謝謝 不必然要跟2014年選舉一起舉行 不會選舉考量 是為30年來的堅持 為世世代代的安全 要建立非核家園 謝謝 公投綁大權這件事情 好像反而團體還有在社會上也引起了一些爭議 您贊成嗎 基本上這個非核這個理念 這個社會多數的共識 多數的共識 所以應該就是捨益求同 大家看怎麼樣能夠阻止這個核四運轉 這個是非常重要 那麼社會當然有些少數人有些不安 原來對技術上有些意見 大家充分溝通 那我記得第一次去 反核四的遊行是27年前 那時候我去台電 還是戒嚴的時代 到現在其實已經漫長的27年 我們希望能夠阻止成功 而不是讓它運轉以後 那我們就束手無策 那這樣就不好好不好 現在黨內有擔心說那個事 謝謝 你先講完了 講完了